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先去打印两张照片 走 这个照片已经起完了 这个事说来也挺肯脆的 去年我们去那边拍照的时候 这个老人和他儿子在那边 看到我们的拍照 然后就让我们给他照了两张照片 我们说就是有空的时候给他洗了送给他 但是过了一年了 我们都还没送啊 这几天我们去那边在椅子的时候 突然看到他了 然后老奶奶突然问到这个事了 我觉得还挺尴尬的 然后今天就赶紧过来把这个洗了 过两天去送给他们 因为是农村老人啊 就是拍一张照片的话 就觉得很珍贵 因为很少有人想拍这样的照片 所以这个一定要及时的给他们送过去 我现在已经到了老奶奶的家里 他在这个安心房子里啊 不知道他在哪一栋 然后问了旁边的这个居民 他说他说他在这个河里面洗菜 我们就过去找一下他 我已经看到了 我已经看到了 那男的 在下面 他在洗衣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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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洗完你了 来点来 按点灶口 可以哦 还有你们的老虎那边拍的哦 哎 我管了那些二回哈后备他要看一下 是的 没能照啊 我管人 我没照过 他爸爸师傅看那些 都是拿他那个 小小小生产品 什么的 拿去洗这个 洗这个 都是露似的 我要面子 我去那边把照片给你 这位面子吃的 你不要得 你不要得去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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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房子睡得还挺漂亮的 像个小别墅 médico 今天好 你是啥 鱼 箩 小体 等等 你可能要不要 先不要 你可能要不要 不要不要 你不要吃 要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 我们要 我们待会这几回就说 娘娘你这我们不要 真的啊 没有没吃 不要的不要的不要的 你干嘛 照片已经给老奶了 他去他们家 发现确实他们家的生活情况挺困难的 然后他要这个照片是因为他想 就是留给他后边的人看一下 因为他都没有照过照片 他老公去世的时候啊 都没有照片 都是用那个拍身份证用的那个照片洗的一张 所以他现在就想有一张以后给后边人看一下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是过来的话 也可以多给他们拍几张照片 给他们留下纪念